橫骨,魔族獨產人間 盡仙人誓出鼠山,以神兵無塵趨而奉之 盡千年,無塵劍一念凡塵墜入人間 魔門打開,魔旗四散 你我二人,本可用元神修為封印魔門 你為何不顧山下百姓性命,應要使用這鼠山金術 舍著庶人性命,兩季之內可到三界太平 既然你突然不通道,今日,我必報眾人性命 遠!! ! 衣衣,救護! 咱能不能成功一回 道前 必把坤 死魔 奔两戒 开眼 剑剑与身 依依 别怕 你就是只大王吧 他动作一定 你不是说的动作很慢吗 啊 默讯队 小心 哇 哇 哇 这点好谁 再打一个 未 没了 啊 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快找 快点 万神哥哥 咱们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法器了 古书有云 忙把看日到 叠眼 今天我书臣编卖弟子何往生 收了你这个龟儿的 原臣子 风若离听令 叱眼火凤与千年玄武纷纷现世 人间危难 你二人马上下山降服 但切记不要露出鼠山身份 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乌龟啊 龟儿子 你这么淘气 你娘知道吗 这不会就是她的娘亲吧 我看长得有点像 大娘我错了 大娘我们错了 爷爷 快把绿豆给我拿来 看她的魔器应该是传说中的千年玄武 恐怕有绿豆也解决不了吧 这错过怎么好机会啊 如果能降服她 一定会引起蜀山现在的观众 到时候上人摆事 有 千年玄武现世 以你二人之力 定然无法降服 既然都是来想要磨的 我们作为蜀山编卖弟子 待待他们 也可以 游嘴滑舌 还不四座逃命 拜拜 孤魔降棍 百邪尽密 天落出去 地震财物 你快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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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玄武已被收回 我们速回蜀山复命 那望生哥哥上山转了账 一定不让徐不受你们为妥 一 你们这群小毛贼不要脸 无口多事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俩 我 我说我说 快来 快来 我说我说 我说我说 新到的蜀山通管预备要不要 我 等我让蜀山转了症 但你知道什么是真的呀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转症啊 我说多多很快就会转症 呃 一 你们有关系 作为蜀山的鞭牌弟子 一定要有度 不要理会这些世俗人的目光 哎 旺山你看看啊 蜀山最新的剑谱 仙人早晚会发现我自己天心的蜂蜂蜂蜂蜂 但我修成了症子 咱们离开这个鬼子 看看吧 哎 怎么样 哎 哪来的用饭的 没钱还想喝酒 我有钱 有 快走吧你 我的钱 哎 哎呀 哎呀 这一切 我 大叔 你没事吧 这是谁呀 穿得像我像样的 一点脚痱都没有 大叔 别担心 我替你教训 哎 您这年轻人 把一个老人家拼了那么远 怎么还说成对不起啊 完了 现在这就已经是这样了 你拿个鞋子上银子出来 给老人家看病吧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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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去吧你 好吗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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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帅真有能够 这山下之人也只有你所幸逃脱 我用着佛魔镜 祝你不棋一魂一魄 救你心灵 若救祸一病赞于你护身 愿你能逢凶化解 爱不得我此生 这酒壶挺精致啊 这个可不能给你 这酒是给汪生哥哥父母用的 大叔 这个酒壶是我送给姨姨的 姨姨不是小姐 只是比较爱惜的人 来 咱们用大补喝个痛快 好 没想到你我二人 竟有如此缘分 干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蜀山剑谱 送给你 就当酒钱了 蜀山剑谱 向死而生 算还用血呀 王生哥哥 你用这些钱快买新剑吧 嗯吧 我觉得你送我这把就挺好的 来 瞧一瞧看一看嘞 上好的簪子玉佩嘞 这位公子好眼光啊 这只发簪男人送给女人 女人受不了 女人戴上男人受不了 要是没钱呀 我可受不了 就这烂大街的蜀山玉佩 还当个宝贝 真是 隐渣 有 霍盛哥哥 那位公子莫斯发现我们了 你来老师哥接手来 我怕会伤了无辜附路 走 走 找个听众 隐渣 霍盛哥哥 我们应该是 迷路了吧 不要晃 不要晃 记不记得我教过你 当找不到路的时候 抬头望月见七星 七星解恶见北斗 那没有七星的时候怎么办呀 一听 有什么意义 没想到 乱世之中还有这么高 我 啊 风流夜夜雨昭昭 莫复光烟好 公子何不随我共饮一杯 忘却这世间的烦恼吗 卧尚哥哥 这里看起来乌烟瘴气的 你该不会想躲到这儿吧 妹妹 你还小 等有一天长大点 你就会明白 我怎么小了 两位该不是在躲后面那位公子吧 不能真是善解战役 快走 此等污秽之地 我鼠山弟子岂能入内 莫非 此地有魔族作祟 可惜这御风剑 只能预警 却能变魔族真神 少年红粉 共风流 锦杖春霄 殿不小 酒力渐浓 春思荡 脸眉寒笑 醉光伤 不就是吟诗作对吗 我看这春霄楼也没这么稀奇的 花鬼也不过如此吧 公子想赏这国色天香 自然是要多些耐心 我看姑娘倒是国色天香 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公子说笑了 待会儿见到花魁 怕是就把七山给忘了我 嗯 不能 嘿嘿 我在这个鼠山镇混进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春霄楼啊 与其寻根问底 不如我们来个交杯 好啊 哎呀 哎呀 吓死了 姑娘不要怕 这是酒饮 你那个酒里也沉水了 你自依依酿的酒好喝 哪儿有 还是小姐姐的大花酒更好喝 公子 一只寡言少语 难道今天 只为那花魁而来 闭嘴 伤读 双目乃至 但魂火轿 六神无处 七魄有力 电视中的魅魂之术 一 灼开封王眼 天道前 地法困 人魔分两剑 混沌星辰月 一壶酒销魂 胡赵封魔神 一 随我胡摸 一 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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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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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个小黄鹏 又来了个大火鸟 今天就把你变成我的坐骑 只飞主山 火锋 还不束手就提 我幻化着春宵楼 沙顶天下贪淫无动战 岂不也是体贴心道 人尊人道 自由法度 岂需你魔族胡乱插手 小子 是我开的风魔眼 看破这火锋的真身的 我要七日大上处斩 别给捣乱啊 这火锋 必非你二人之力可以相复 速速躲开 玉佩的事 等会儿再给你们算成 黄生哥哥 这句话你觉得耳熟吗 特别耳熟 但是我想不起来 你们既然要搅局 我就让你们有来无回 好机会 你愿 好机会 啊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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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次我来给你盛餐 嗯 老师哥哥 我们接了一盛 你慢点啊 别掉水里 我这 人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lean ki 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跟主转볶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收成肯 deficit 行了 你中了迷香 我这样是在救 这迷魂香 需要冷风灌入 胸田的灵虚穴才可以解呀 欢声哥哥 你干嘛呢 治病救人呢 看我不是 王胜哥哥 看他一直是一个人 你说 会不会是那个男的 拿了玄武魔镜之后 你就不要他了 有可能 要不然 他也不会跟咱们 抢那个大火鸟了 那他还真是挺可怨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样吧 我呢 已经算出了 那只大火鸟的方位 你帮我们把他给收了 救命之 不用你还了 你要去哪儿啊 你们这些人 真是死性难改啊 刚才我在船上那些话 都白说了 你 зап上去 你不能逼他 你不健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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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еп 你不健碰 来来来 你接着飞 那赤燕火蜂 乃是魔族四大魔将之手 非你二人之力所能降服 我劝你们不要去白白丢了性命 始末相瞒 我是魔族的大魔王 那个火鸟 是我的坐机 这两人若误会太深 若我再不表明蜀山身份 他们定然不会听不去 念你二人相救于我 我也只得亮明身份 我乃蜀山剑圣弟子风若林 此玉佩乃师尊所赐信 你也亮一个 看见了吧 我被这蜀山同款骗了这么多年 就你这破玩意儿 都入不了我的法眼 什么事 我乃蜀山剑圣弟子风若林 命你二人速速离去 十多年了 我都会看到任何处理 遇见什么 师父 我信了 你快收了谁通了 谁是你师父 你二人速速离去 你二人速速离去 师父 你若不收我为徒 我就死在你面前 万生哥哥想伤蜀山多年 你不收他 他真的会寻短剑啊 四必 站住 你要是这么绝情 要不要我对你客气 虽然我之前嘴上对您有水冒犯 还偷了您的荷包 还无意之中轻薄了您 还看到了本来不该看的东西 闭嘴 这么说 您原谅我了 多谢师父原谅 师父不仅大人大量 剑法玄妙 还超凡脱俗 美若天仙 只不过江湖险 且多是贪恋美色之徒 而且魔族阴险狡诈 善于伪装 弟子不才 不仅略知江湖伎俩 还有一双可以石魔的法眼 如果我能待在师父身边 一定让您如虎便宜 所向无敌 这小子虽然油嘴滑舌 但本性死亡 还有一双石魔的眼睛 却能迷骨御风剑的不足 您就收了他吧 这么一只拖下去 我怕那个火蜂趁机跑了 而且感觉也不挺 不过 我有言在先 弟子一定言评计错 启禀师父 此千年玄武 是我与若离师妹共同相符 师妹发现火蜂踪迹 以先行前阵探阵 启禅神剑可有下落 弟子无能 尚未寻找 我等即刻下山 再去寻找 退下 是 两气大陷将至 魔戒蠢蠢欲动 若无尘剑再不现实 这鼠山剑术又无法再次施展 岂非我真要在这风魔塔内耗尽千年修为 来 祝贺我们称为鼠山弟子 干 好 来 来师父 来师父 嘿 今天师父的一招鼠山剑法 真是太厉害了 干 干 小子让我开饭 对对对 走 老师哥真棒 真香 老师哥烤的眼味最好吃 师父 开饭了 树山清修 少吃混形 别呀 这种拿手好菜 你尝尝 要我的退出 别乱 怎么做 就去� 你 illustrated 大桑 我是 bites 人 我 我 我给你讲讲 我这双封面眼的来历好不好 不好 那要从二十五年前 那个寒冷的夜晚说起了 爹娘也不知道 我是被谁医在家门口 顺便还放着酒服 爹娘对我势如己出疼爱有加 不想爹娘先后病逝 我便从此无依无靠一人浪迹天涯 后来见到依依 我俩才相依为命一入伏魔 所以我这双厉害的封面眼 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也没 晚安 好的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们 这里面九师兄 随时都会倒塌的 百般诡辩 还不速速受死 他也是好心提醒我们呀 人非善恶 我们也是一样的呀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上鼠山 可是对魔族却心思手软 何声 爷爷 你这样善恶不分是非不明 我还怎么带你一会儿上鼠山呀 赶紧道个歉 师父不要生气啊 依依依只是一时糊涂 咱们早点休息 明天还得去抓大黄鸟呢 师父您看 前面就是大黄鸟的长血 依依 随 伏墨 想不到 你们竟然找到了这里 奇迟啊 今天我们还要收了你呢 哼 这可不是春霄楼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赤燕炼狱 火风现已灵力大增 你二人先小心点 请不吝点赞 我们趁热 挺好 是啊 因为很小 是吗 别打的 热 是吗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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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神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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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三天不打 上方皆晚了 这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桃源村 这是村长苗姐 这是他儿子虎头 这是杨大夫 是他们救了我们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你也把酒葫芦给我拿来 咱们啊 就别在这儿 妨碍人家小阳口吧 这几人心机可疑 好像我梦中看到我魔祖 一 酒葫芦 打破了 酒葫芦没有了 我开不了风火眼啊 你就别一身一鬼了 好好休息吧 可是 哎呀 别可是了 好吧 对了 师父呢 他受了重伤 正在需要 哦 我去看看他 师父 那风剑乃是师尊所赐 这可如何是好 哎 师父 师父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一切呢 我会不会连来望生哥哥上不了树山呀 怎么样杨大夫 好 吴 风姑娘所受之伤实属罕见 要想根治 唯有村外湿水涯水潭之下 上古仙人遗留的 具有定魂稳破 起死回生之功效的 宁魂珠 可就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听闻那檀下水深万丈 闲去寻找那凝昏珠的人 全都有去无回啊 望生哥哥 别难过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办法嘛 也不是没有 按这个疯子去抓药 方可保他性命无忧 谢谢大夫 不孕不育不着急 你桃园村里有人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这个 陆融三浅 人参四浅 陆融三浅 人参四浅 百纸七浅 大家快来帮忙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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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我一定会给你们的 要钱 要钱 今天没吃东西 拿几个包子吃吧 啊 谢谢大娘 哎呀 好像还差一位陆融 陆融可能没有了 但是有上好的袍子脚 这可比陆融好多了 谢谢你啊 哎 哎 你头怎么了 没事儿 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啊 你快拿去给漂亮姐姐治病吧 哎 他是小憨 咱们这几天吃的东西 都是他做的 你醒了 哎 对不住了师父 我又得轻薄你了 你把眼睛闭上 我尽快哈 我跟您闹着玩呢 我哪敢再轻薄您呢 哦 我早就想好办法了 什么呀 杨大夫说了 只要这口淤血吐出来 你的病情就算是稳定了 过来 你若真敢轻薄我 我一定不会让有火鬼今天 小汉 哎 姐姐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认真回答我 那你快问吧 我还要给漂亮姐姐送水果呢 你觉得旺盛哥哥和里面的姐姐 我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 他们俩是生小孩 一定特可爱 一一姐姐 你说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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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祖阴险狡诈 善于伪装 我们作为伏魔人 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让魔祖 真了本子 你会上我 你能否划我 你去里面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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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在哪儿 我去哪儿 姐姐放心吧 今天一定能修好 酒壶修好 望生哥哥开了眼 圣子的秘密就瞒不住了 我觉得望生哥哥和漂亮姐姐 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我们是好是坏 他们一定能分清的 我看妹妹担心的是另有其事吧 没 没有 行了 姐是过来人吧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可惜她不明白 明白了又如何 她还有个天仙一般的师父 看着你们三个这样啊 姐姐我想起了 深藏心底 不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什么不为人知啊 你跟那个叔叔的事 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你个熊孩子 去 出去玩去 傻丫头 你可懂 得意知心人 不问前世 只悦今生 不论从何而来 又要去向何方 只求真心相伴 又何须在意 是否长久 能否尽 看 火托托一个绝世美人 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人 其实拥有这般容貌又能如何 往生哥哥和他师父一心扶摩 我又怎么配留在他身边呢 启离师尊 胡儿已去过火风的巢穴 那古墓中一片狼藉 火风不知所踪 想必师妹已将其降服 若真如你所言 若离为何迟迟未归 一定是那火风难缠 怕是师妹 怕是师妹受了伤 在别处休养的耽搁了吧 师尊放心 胡儿这就下山去寻师妹 这鼠山之杀 听风的这不迟之物 这不迟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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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rten 压檐已是寒冬 碜情 出品 师父 您别胡思乱想吧 等您再好点 咱们就回蜀山 我还得跟您学蜀山剑法呢 师父 您不是不喝酒吗 云生不知先归处 酒醉不识 乱世仇 我自己来 师父 这酒我可不能喝得这么急啊 不想 这醉酒心计的感受 竟如此美妙 难怪世人 多贪恋美酒 只要师父您不嫌弃 以后呀 我就带您喝遍天下美酒 吃遍天下美食 赏遍这天下的美景 若不是我自幼与父母失散 被师尊带上蜀山 或许我也会像这里的村民一样 或者无忧无虑的生活 师父 您喝醉了吧 这么重要的蜀山宝物 您赶紧收好了 持此玉佩者 既为我们弟子 你若不愿收下 我撤回便是 别别别别 师父 想不到 这人间的玩笑开起来 竟如此有趣 师父 有时候这人间的玩笑 开起来可是会要人命的 近日你耗损真气为我制药 我来传你几世 雇气回源的剑法 开以阴阳 合以乾坤 时以春夏 行以秋冬 是 王生哥哥 依依伴你多年 从没见你这么开心 既然如今 无法再伴左右 我只求你能幸福 那我好或不好 我都欢喜 得一只新人 又怎需在意师父长久 能否记得 给 谢谢啊 花生哥哥 你的酒壶路我帮你修好了 厉害呀 这可比以前那个 看着有七十多了 谢谢你啊小骨头 对了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小礼 坐风车也太丑了吧 哄小孩呢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 居然有字 花生哥哥 听依依姐姐说 你能看见魔族 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 我只要喝了这酒壶里的酒 任何魔族 逃不够我这双风魔烟 那然后呢 然后肯定把他们 就地正法 打回原形啊 魔族来了 我要吃了你 你这个小肚点 这么可爱 你还要吃我 我先吃了你吧 我才是大火王啊 那魔族都是害人的吗 当然 哼 我玩风车去了 人分下落 我们也是一样的呀 也不全是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什么呢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表姐 我有些话想问 胡椒 不要玩了 去喊你姨姨姐姐吃饭 我知道 你已经看出我们的身份了 这些残眠 二十四年前 我救了一位重伤的公子 怎知道 他竟是与魔族大战的抚摸士 我本以为 我会命丧他手中 而他却跟我说 世间生灵 皆有善念 人魔先三界亦然 再后来 我们就来到了这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让那些心存善念的魔族们 有个落脚之地 可毕竟是魔术徒啊 将心比心了 如果别人对你真心的好 又何须在意这些呢 我是可以不在意 可是这样能难得住师父的事 你处心几率接近于我 由于他们设局骗得我信任 看来这世间苦深入世尊所以 人心难测 师父 听我解释 救口 王胜哥哥 师父 王胜哥哥 你没事吧 何一 你这样就让我来跟师父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是要保护你啊 有你保护吗 何一我告诉你 如果师父就跟三成两本 这辈子我会原谅你 我的天啊 她的伤 乃是强韵针迹 玉剑所致 并非一一姑娘所伤 此刻 赤燕之毒 已蔓延其全身 唯有用纯阳之力 平衡阴阳 方可暂缓毒法 师父 生死攸关 都别怪我 住手 今一片天 又何必需经浅义地救我 你是认为 魔族都凶恶残暴 应该赶尽杀绝 但这些村民 不一余地救了我们 又对我们悉心照亮 他们这么善良 老庭外他们也是分善恶 我只意将他们投入 但我们 又和那些恶魔有什么分别 这 师父 你心虚不明 先别想太多了 转心流伤 这些真气只能仰缓毒法 只有施水牙的灵魂珠 才能帮你保命 师父好好休息 等我回来 我本想与你道别 却不想造成这样的局面 既然如此 我便去取拿灵魂珠 如果我真的葬身于此 我们便来世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 语言月月尽咒 你前前一胸 闻君 云情或 快拿去救你师父吧 本óc 别别你站着 你 天液身份为民 我伤了你师父 你要去我心里拿去便是 那你的命 就是我的了 所以 我父亲你再做这样的傻事 王神哥哥 我都想明白了 我呀 会想再做什么胡摩师 会想再上楚山 打听我父母的下落 等我用这宁魂珠 救了师父的命 我都依旧为伴 浪迹天涯 无论王神哥哥做何决定 一度祝你得偿所愿 十五位走四季 半三生 二人合一 你不怪依依了 没有依依酿的美酒 我又怎么能以酒为伴呢 可是 可是 也不知 你师父 能否放过瞄解他们 这是驱风止痛的良药 你趁热喝了吧 那湿水崖下凶险异常 若不是真心待你 怎会为你拼死去寻药 我们从未有害人之心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连生存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如果你执意要受尽全村之人 可看我们是否还手 天亮姐姐 对不起 我上山采果子 丹哥给你送饭了 你是不是饿得厉害啊 你 看了这事情果然若实尊所言 神心难测 你是又需要袍子脚治病吗 这次用这边吧 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来 你可知我是要杀你啊 你倒是动手 姐姐漂亮 憨恨不打姐姐 我不是漂亮姐姐 我是鼠山弟子风若梨 漂亮 是 姐姐 姐姐 鼠山众弟子听令 列阵伏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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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是的 是 是 的 是 了 Kill me!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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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女儿 师妹 你找到这魔族寄居的村子 大功一切 快随我和蜀山复命吧 以后你啊别那么任性了啊 不要 好 今天的财 realmente是目前为战场 玲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禀石尊 师妹与火风交手 身受重伤 后背重魔族 亏于隐秘之间 请我及时发现 以待重师弟 将其尽数不病 石尊 我们是否错了 师尊 我在那村中 见到了他们的善念 师尊 我们如此行事 只要用于荷膜有何分别 痴人义语 从小到大 你每次犯错我都替你隐瞒 可这次 你是非不犯 铸成大族 我也无能为力 何为对错 何为是非 以你的资质 假以时日 定可承仙入道 难道 你要省惜这一切吗 我能知晓着人间冷暖 此生无憾 只剩一语 只剩一语 行 行 光神哥哥 你不用再劝你淫于了 一语这条命都是你了 我愿陪你出生无死 一定是他们部的法阵 一定要替苗姐他们报仇 吃死玉佩者 即为我们弟子 守阵 竟敢擅闯蜀山圣地 我见你二人并非魔祖 交出玉佩 饶你等不死 这些人倒霸完人的样子 真让人恶心 我蜀山降魔济世 不问凡人 我劝你 勿与蜀山为敌 让风儿离出来 蜀山之上 岂容你放肆 让风若离出来 此两例 王神哥哥 连把剑都握不着 你连接我一招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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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接 Guy 我世界 还有 少子 你连接我 一招就 你连接我 杀 八 уль 不如雨 吹乱你额头 那日今后 一诺天惊中 放开 依依 原来这老天参念凡尘 总把天命忘了一干二净 放开 来 恭贺十尊 循德剑令 恭贺十尊 你二十四年前 居然为了封锁魔魔魔 牺牲了无辜的生命 你只要与恶魔有何分别 你本是三界之外的仙家法器 红尘剑除万剑风草 可你却自甘多了 去那些凡夫俗子贪恋红尘 像你之主人 咱们会懂得人间真情可贵 祝你不够 你若不能命去凡尘 魔族怨气便一直扯摩你 好人为俘不尘尘 诊守我们才是你的宿命 王府 可爱 儿子 我用涅槃之力赐你重生 你将会是复兴我魔族的关键所在 这宁魂中 虽可将你复生 但以我的修为 也不知是否能为你继续紧爱 我只能拼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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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翠雨 赶云舞绕冲山 来时尽管去世面长 当水影花叶 心皱镜波澜 愿有谁 愿我心伤 长路漫漫 可有多愁怅 却何时归花 我负了你 也负了那一次人 你恨我 也是恨我 不经思量 盼生啊 儿女青肠 绿阵石 是谁的余生 这世间 做云荡 任世面 还不堪 此生空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归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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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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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去请报警他们的在剑之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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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救我一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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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妹 十妹你还活着 难道你要为了她 与我们整个蜀山为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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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Avatar 习惯了冰冷的青葵 以为看透了这生死别离 却从未想过 会遇到那样一个人 如初春的暖阳 带来了世间的酒与花香 这是我一生 从未感受过的美好 而你情长 泪真实是谁的冰伤 师妹 若来生你不再恨我 我愿意隐尽天下为求 尝尽天下为诗 神经 天下为敬 这书神经书 会围绕我们心神剧灭 是谁的衣裳 这世间动荡 便是变幻无常 此生后不复归花 都 oui 我们愿意隐尽自带 这世间动荡 这世间动荡 在此时 这世间动荡 三众 其实 幻想 四众 知名 是 暗 municipal荡 偶 日 这世间动荡 横 运 酸 尼燕 我身份 下去 而等陸陸苍生蒙起这无权剑 镇守我们的仙家法器 我会什么仙家法器 我是认的 姨妹妹 神的家闺位 死了天命 是这样 用你的这天命 护士哥哥 你走吧 你也不知道你如此 你 我像月子 你也敢愿留得一切成员 我做将领 只求你放过哥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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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我说过 你的命 是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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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可行事却不分善恶 这种行为 恶魔有何分别 恶魔有何分别 我此状态恶魔有何分别 恶魔有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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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们只是胆大妄为 也竟是如此居不可及 我终于守护鱼子 竟是为了尔等碌碌之辈 人间 不值得 管他什么大妄 天神仙母祖 我这生命为我所用 就是 这天 望生哥哥 这是依依最后一次重要 依依依 不要 不要 也 也 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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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曾记得24年前活下来的那个婴儿 我 那是你 你 你 随我附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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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梦 忘了意义吧 爷爷 十五位走四季 伴三首 二人合一 在心头 一侧一枝 尝尽人长狗跑 岸向外山人动 花一飙落人了 相思及何处 没有一酿的美酒 我要我怎么能一酒为伴的 白影只不回离别人处 王胜哥哥烤的野味最好吃了 曹大日在西流 光朝暖来 不用吧 你送我这把剑挺順手的啊 几乎 有些话 怎么说出口 诶 十五位走四季伴三生二人 嘿嘿嘿 我错啊 一字一句长情缘长都好 暗笑来谁染冻 花一飘落人老 相思极何处 翩翩楼下似人孔 但你知不回你别 十五位 走四季 伴三生 二人合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路漫漫 可有多惆怅 聚何时归花 江水各端枝子 天涯各一方 再向我攻击我死 走走走走走 你没钱喝什么酒呀你 前辈 前辈 哎呀 今天你把酒精给我嫁了 你在这二十四年间 你尝尽人间能乱 我也算是人之一尽 如今你创下如此大祸 便冒怪物了 你这一魂一魂一魄在风魔塔内被魔灵炼花 又经三世涅槃重生 但你再次开眼之日 就是我魔族复兴之时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了 救命 救命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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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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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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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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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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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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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他是被人威胁 什么人在那儿 走 站住 住手 小心 住手 赶快快 天天神 85 神灵保佑啊 神灵保佑 你们去哪儿了 大急死我了 爷 先喝口水 一会儿再说 爷 你看 这是我向住持求的 你赶紧带着 你要是不在了 我可怎么办啊 那你安心地去吧 我还要查案 查案 查什么案 根本就不是什么鬼魂作祟 而是谋杀 我身为推官 一定要查明真相 发生命案岂能不查了之 即是恶鬼 也难逃恢恢天王 刑路判事司 号称第一推官的 敌小四大人 你是丰都县衙的捕头 正是 在下里程 特意来此 恭候大驾 是为了失踪案而来 没错 今日劳烦李捕头跑一趟 对了 今夜那个巫女 回大人的话 卑职目前 没有接到查此案的命令 大人此次负责的 是少女失踪案 至于那个巫女 我也奉劝大人 最好不要插手此案 因为在这儿 鬼神是大过天的 那人命呢 又算什么 好了 我知道了 明日见 是 卑职告辞 九爷 我总觉得这两个案子 有什么联系 明日劳烦一下九爷 去一下巫庙 看看有什么线索 切记 不要打扫惊蛇 这祭祖中断 从古至今都被视作不祥 那仪式不仅仅是清天表演吧 是 也不是 此话再调 昨日的祭祀 原本是鬼节封印黄泉大门 使得亡灵安息的发誓 或许 在你们这些外来人的眼里 它只是一场表演 可是在本地人的心里 它是一年当中 最重要的法事 城中的人认为 巫女的死 是亡灵现世 所以他们忌惮鬼神 而不敢提及吗 九爷 狄兄 你们回来了 这是我在那巫女房间找到的 这里装的便是残留的白鳞 之前我们的推论是对的 那巫女分明是受人威胁之后自杀 她当日死时所说的话 一定是有预谋的 巫妙住持说 她是从三个月前 在一个夜里挥接一名客人后 便开始精神恍惚 这瓶白鳞 便是当日那名客人留给她的 不过那日天色已晚 且距离较远 那个人还披着斗篷 巫妙住持年事已高 并没有看清她的长相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新的线索 光泉之门 即将开启 它是被亡灵诅咒而死 因为在这儿 鬼神是大落天的 这祭祀中段 从府至今 都被世尊不祥 我们走 谢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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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今日你同我说话时 我看到你正在抽烟 有一股很香的味道 烟草刚传入我朝不久 丰都城中很少有人使用 所以想找到你并不难 几位 请进吧 请 夫人 给几位大人沏茶 好 请 你知道我是推官 那日在祭祀大典上 看你的言行举止 便对你的身份 有了大概的猜测 这位大人气质不凡 想必也是微服出巡的大官员 你早知道我们会来 所以才故意将祭祀之事 透露给他的 我从小便对家乡的 历史习俗感兴趣 可我发现 有些习俗 来自于人们对鬼神的敬畏 我们这儿的人 有了病不去看病 反而要去巫庙祈福 村里死了牲畜 其实是野兽所为 可他们却要请法师来做法 所以我是着实不信 那日巫女之死 是邪碎使人 或许是有人想利用祭祀 来杀人 我 你说 我认为凶手 一定对祭祀了弱之仗 所以 他才会选择祭祀中断这个方法 来制造恐慌 因为祭祀中断 则表示 封印失败 不好了 不好了 听说城队里封脖子死了 听说一大早就有人来衙门报案 说是出海打鱼 在岸边发现了尸体 是王陵现实 是王陵现实 小心小心点 李大人 如意 手套 是 准备的还挺齐取 那当然 跟着敌兄走 遍地是尸体 尸体是今天早上 有人在水边发现 等等 李普桃 劳烦你们在这边放下 跟我看看尸体 那你们尽量快些 不要为止 在哪里坠崖的 城外 是坠落伤 但是 坠崖而死 手中竟然有丝线 可以了 把尸体抬回去 其他人跟我回县衙 是 这刺绣功力了得 快赶上月儿妹妹了 可惜啊 他如果不封 想必 也是羈押群方啊 叶和鸟 赵木 吉丘 这三个人是谁 摸不上的咒语 又是什么意思 看来 我要入乡随俗 去一趟大祭司那儿 等等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在下有一事 请教大祭司 这些人偶上的是咒语吧 这些咒语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最古老的诅咒 被诅咒的人 会被亡灵夺魂 那个巫女是怎么死的 祭司中断 黄泉大门大开 亡灵现尸 他是被人胁迫 用了白灵自燃而死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古城封都的禁忌 是你们这些凡人 不可以随便碰触的 你看看 亡死了多少人哪 你们快走 快走 这是前几天死了的巫女给他的 我知道了 什么 巫女张美和城北的风铃 季秋 叶恒 张墨 一定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一定要几块 找到这三个人 狄腿官 调查清楚了 何大夫原名何无风 无风和夜洞 必定有余行 何大夫就是人偶上的夜恒 可这个夜恒 于昨日失踪了 至今没有找到他的项目 这是共短 他是个寻找的大夫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段子 立刻搜索何大夫院子 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梁 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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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虫飞了 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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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虫飞了 小虫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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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蝴蝶 小蟲 她是何大夫的女儿叫小凤 城里的巷是说 她中了邪魅之毒 才变得风风吞吞的 蝴蝶来了 快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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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来 蝴蝶 蝴蝶来了 蝴蝶来了 蝴蝶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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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是何大夫 尸体也没有脉搏和气息 但身体还有余温 头部被顿器重伤 应该是刚死不久 若想知道具体死亡时间 还需进一步验试 他还没有死 只是昏厥过去 看来是受了很大惊吓 从这共断来看 他应该就是最后失踪的刘小姐 离不头 先把他送回府上 是 来人 把刘小姐送回府上 是 狄大哥 我和他们一块去吧 那就劳烦你了 大家再仔细搜索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杜鹃 心有年 以茅月 鬼祠日生日 失踪一月 迎春 心有年 丁四月 以愁日生日 失踪半月 知话 心有年 以愁日 以愁日生日 失踪三日 小凤 何大夫的女儿 悟几年七月初期四十 这何大夫 竟然在通过这种古老的仪式 利用生辰八字基因的少女 来拯救邪灵上身的女儿 优优优独播剧场 黄泉之门 黄泉之门即将开启 所有人都会被辅证 祖伟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祭司大殿的遺案 柳大人 此地乃污秽之处 您还是不要进去了 无妨 知县大人到 知县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果我不说得really皍价 还明镜与点点栏目 卑职特意命府上 备上韭菜 为大人接风洗尘 请 怪在 恩师为什么要到丰都来 我仔细翻阅了 阳门的卷宗发现 何大夫封女人 与巫女张梅一案 一定有关于 因为这三名死者 都是来自鬼门岛 鬼门岛 怎么了 鬼门岛是五年前消失的 鬼门岛离丰都不远 以前鬼门岛的居民 会来丰都赶集 那祭祀仪式之所以传到丰都 就是这个原因 李五桃 麻烦你帮我找到 鬼门岛的花名册 大人 李五桃 你要的花名册 我拿来了 多谢 大人 您听我一劝 这个案子别查了 再查下去 您真的可能触弄民众 到时候 谁也救不了您 对了 你知道住在承西 抽汗烟的老汉叫什么 他姓李 明墨 我从小便对家乡的历史习俗感兴趣 不好 李墨在撒谎 九爷 帮我抬一下 嗯 帮我抬一下 嗯 你们怎敢擅闯民宅 你也是鬼门倒的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 二位请回吧 你知道 你也是五年前来的丰都 但你却说丰都是你的家乡 为何要对我说谎 张梅生前和你走动最多 你和她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一天 你还是告诉他们吧 坐下说吧 我本名叫张默 巫女张梅是我的妹妹 起初我将法阵之事透露给你们 是想让你们帮我查清我妹妹的死因 可是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查到我的头上来了 为什么你改了名字而她没改 她说她想赎罪 赎罪 那个被涂黑名字的人是谁 你怎么了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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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烟烟里有毒 剑血风吼 中毒后会一直呼吸 看来咱们还是晚了一会儿 不好了 江月姑娘被毒手咬了 好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如荫 刚才怎么回事 当时我听到尖叫声便赶了过来 看到家园妹妹已经昏迷不醒 有一条蛇从窗户窜了出去 不对 这是我们的房间 难道她要杀我 你心里乱了分寸 这毒应该不神 家园姑娘 您能耽误性命之忧 真的吗 嗯 又一个 这不是你 又死一个 一定是你两个外星人惹怒了亡灵啊 这样下去 谁知道下一个被抬走的是谁啊 走 我们一起去找先令大人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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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给我 羽儿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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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怎么了 羽儿妹妹 让我看看 그렇 你醒醒啊 冷静一点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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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你不是说他没事吗 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 不可能我不相信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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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飞过天边那条河 浮华一身 淡忘你尽 空留下回忆 前世因果围绕着你我 仰望星空天的大河 你给我振作一点 听到没有 你这像个什么样子 你根本不懂 我和佳玉妹妹从小一起长她 佳玉妹妹生前那么喜欢你 对你那么好 难道她死了你一点也不伤心吗 伤心有什么用 是我的错 我 该死的人是我 是我激怒了亡灵 你想死 你给我清醒一点 凶手在你房间放毒润本想杀你 就是为了阻止你查案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了她 事已至此 为了家喻 为了天下人 你必须查清真相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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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两个外乡人 不遵守咱们古城的规矩 一而再再而三地触怒亡灵 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死啊大人 狄小寺宋九龄 活动了亡灵 招来了灾火 请大人做主啊 人人 大人 你这礼母堂 立刻抓母狄小寺宋九龄归案 是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尽快找到凶手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复仇的话 凶手可能不会就此停手 我的月儿妹妹 我的月儿妹妹 你现在只会喊一声月儿妹妹吗 你这样对得起九泉之下 含冤而死的佳月姑娘吗 我对不住她 我那天不应该把她一个人扔在客栈 我更不应该带她来风度无常 是我害了她 你若真觉得对不起佳月姑娘 你就早日找出凶手 让她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 你不要忘了 她是因为你才死的 堂堂第一推官也不过如此 我真是太高看你了 你这样还做什么推官 收拾收拾回去卖猴鼠吧 就是可怜了佳月姑娘 口口声声念着的狄大哥 竟然是如此软弱之人 两位爷吃饭了 不吃 两位爷 这可是法曹郎中大人 特意祝福我们给你们送过来的 我觉得八成是亡灵现世 等一会儿 你们两个每天往乌庙跑什么呀 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你可别提了 我跟你说 何大夫的尸体运行乌庙的第二天夜里 就化成了一堆白骨 真是太恐怖了 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 何大夫的尸体运到乌庙里的第二天晚上 就化为白骨 想必一定是凶手做了什么手紧 尸体被毁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凶手怕我们咽尸 那看来我们这次飞燕不可了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 放心 小心 是妖精灰狼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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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用品费了 白的时光 李退官 宋大人 一切就看赢的了 自从那次 咱们夜窗巫妙后 这里增加了看守 就是防止你这种变态 过来掩尸 要是如意在这儿的话 那就好了 可以把他们都引开 做你手下可真可怜 什么人 宋九明你不是人 快追 快 不休 得罪 快点 都快上 站住 快点 站住 快走 站住 在那儿 追 别跑 抓住 快 快 别跑 这是化石水 怎么样 验出什么了 没有 我为你出生入死 你却没验到 你是来游玩了吗 少废话 去替我准备酒 和醋 还有甘草汁 我要蒸骨验尸 去装鸡身 先让这放开 小鸡身 猴骨并归致命上 这里才是致命上 可那天咱们看到的尸体上除了头部根本没有伤口 这是我在尸体上找到的要线 是曼陀罗花中提取的 中原称之为西岩花 传说中生长在沙漠里被诅咒的花朵 只要看到它开花的人便不会活着走出沙漠 而此物的主要成分 是从曼陀罗花中萃取的枝叶 读下之后便可造成假死的现象 罗大夫那天根本没死 他是第二天晚上在庙里被人杀害 凶手在用化石水毁尸灭迹 此伤口裂痕不于心脏不稳 一击致命而且力度颇大 此人应当是个习武之人 那这假死药的药效果多久 以这个用量来看 大约是一天一夜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何大夫的前一天 他被人下药 如此一来 凶手可以利用时间差来制造不再诊证 他便是我们话的关键 不过我们还需要一股东风 大祭司 你不是在大牢里吗 此前多有冒犯 在下在此赔礼道歉 我来找您想请您帮个忙 等到了深时会刮起一阵南风将雾气吹散 就能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了 尾门岛从来不曾消失 只是隐藏在了大雾里 这里防雾倒塌 下游处堆积了许多木头 当初这里应该有一场山洪爆发 村子几乎被灭 只有一部分人逃了出来 灾难过后 鬼门岛已摸在了大雾里 才会被人们认为是消失了 当年鬼门岛整日鸡犬不宁 其实是山洪即将爆发的征兆 是啊 按照记载 前面应该就是祭坛 咱们过去看看 走 这里就是祭坛 来大家动手把这里清理一下 是 这贡品是新白的 有人在这之前来过这 这边就行 看看 这个 这边是蒸就是蒸熊 这边是蒸熊 却也是蒸熊 这边是蒸熊 九云 这是一句女识 大约四岁到七岁之间 这句女识没有在棺材里 而是在这个担架上 说明 她是死后 才被人搬进来的 这里离机台这么紧 难道 是当年族捕上 那屠黑名字的不祥诀 并被村民活继的李夜和 大人 大人 贺小凤被一个黑衣人抓走了 快 住手 不知过来 当年她并没有参与祭祀 你为何要杀她 还是因为她曾经亲眼见到过你杀人 你故意放出消息 是为了引我上宫 不错 我来找人 想请您帮个忙 帮什么 我将于明日深室重启仪式 开启黄泉大门 驱除何小凤身上邪灵 治好她的病 她才能说出制造这起案子的凶手名字 我故意让大祭司宣布 找到了消失多年的鬼门岛 并且发现了治疗何小凤的办法 我猜得到消息的你 定会杀人灭口 不过 在你杀她之前 要不要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个消失的古村 这个古村给女孩取名 都用花的名字 每个女孩都有代表其性格的 独一无二的花 古村里曾经有两个女孩 一个像朱锦花那样天真开朗 一个像百合花那样安静温文 她们一个叫朱锦 一个叫夜和 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 她们一起在朱锦的母亲那里 学习绣工 朱锦有一个梦想 她想和李夜和 绣出世间最美的图案 可是所有美好的愿望 都在一瞬间破灭 李夜和的家里惨遭灭闻 我有她活了下来 之后出现接二连三的怪事 外来的一个祭司 说她是不祥之人 只有用她 才能关闭黄泉大门 大家相信了 并且要将她活祭 朱锦不忍看到她的朋友惨死 想牺牲自己 让只有李夜和来完成她的心愿 这个李夜和就是你 在祖谱中被抹杀的不祥之人 陶家月 你是如何知道的 别着急 你先听我把故事讲完 之后你躲在家族墓里 等风声过去 再找机会出海 然而 你却发现大祭司的真正目的 原来她一直在寄予你家族的财神 国际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她利用村里的人来杀你 然后将宝藏占为己有 而大祭司也发现了她杀错人之事 便将尸体偷偷运到你藏身的家族墓穴后 运走宝藏 运走 你也正因如此 逃过了洪流爆发的灾难 而鬼门岛的一些幸存者 便离开了这里 其中 巫女张梅 和她的哥哥张墨 以及那个疯女人林子华 还有何大夫叶恒 先后来到了丰都 你发现此事后 也来到了丰都 开启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 你谎称是失踪的朱姬 当时屋里烛光昏暗 她没有看清你的面容 张梅告诉你 她很后悔当年的愚蠢之举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被那个大祭司给骗了 鬼门岛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 她想赎罪 于是 她听从你的话 使用白铃自然 并在祭祀当天 让祭司说出那些 害人听闻的话语 制造恐慌 而这一步 也只是你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目的便是利用封都城 人们对鬼神的敬畏 阻止所有人来调查此事 至于何大夫 是提前一天被你灌下假死罩 当天晚上 趁着我和九爷夜叹巫庙 如意去找道士买副宙时 你来到医院 伪装成阴时阴时阴日的少女 何大夫将你引入密室 却被你打昏 灌下假死罩 你用死方法 悟透了我们 而这段时间 你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为你提供了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后来九爷燕谷才得知 他真正的死亡时间 是第二天夜里 胃里还有残存的假死药 这便证实了我的假设 假死药的人 比真正死了的人 身体温度下降 更为缓慢 于是 再度前往医馆 去询问何大夫的徒弟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有个姑娘来看病 那天店里不合理于人 师父就让我先走了 第二天发现 师父去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你为了假死 在我房内放住毒蛇 让别人认为 是凶手想要杀我 九爷医术高超 他断定这点毒 根本不会死 但你还是死 只因当天晚上 你服下假死药 让别人认为 你是被毒杀了 而当地对横死之人 十分忌惮 必须经过七七四十九日的超度 才能运走棺材 在这期间 你从棺材里跑出来 妄图继续迎生 而在如意回来后 无意中 哼起了一个曲子 伍爷 你在哪儿听的曲子 我和你说你可别伤心啊 这是那天贴符咒时 将愿为美恒的曲子 这便是 古法祭祀当中的暗魂曲 将不祥之人的鲜血 散在黄泉大门之上 再以此取封印 亡灵才会得到安息 黄泉大门 才会永久无万命 这古老的暗魂曲 所知之人寥寥无奇 所以我便更加断定 你也是鬼门倒的人 你利用朱锦的事情 将疯女人引到悬崖边杀了 朱锦母亲之所以会疯 是因为当年她和村民 一起逼死李叶和 却发现 死的人是自己的女儿 也正是因此 那疯女人才会想到 用巫术去诅咒当年的人 你 方才我在你家族墓穴中 发现了一具少女的尸骨 李叶的袖子上 绣有木槿花的图案 而那疯女人林子华 每天也在给女儿绣衣服 两者的绣工和图案 激进一样 既然我已无路可退 我现在 就带着这个孽竹一起死 抚慰阿锦的怨屈 住手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悔改 还要再杀多少人 何小峰他是无辜的呀 他无辜 难道我就不无辜吗 阿锦他就不无辜吗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阿锦的明明可以成为 比我还要出色的秀务 可现在 你看我是谁 我 职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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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罢瑿 我早知你会对何晓风下杀手 便让如意假扮他 等等 桃亦为喜乐 家为美好 家月则为良辰吉日 这是恩师对你的希望 他希望你忘掉过去 开始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的星座? 难道都是情话吗? 这有什么好看的 此番杀人案已经告破 顺带你的失踪案也破了 如何? 要不要请我吃个饭啊? 毕竟没有本王高超的验尸技巧 你这案子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就破了 喂 跟你说话呢? 卖给我烟草子是个男人 当天晚上有人到我家里翻几个东西 不对 去李莫家 蛤? 我看在那里外边 我们来看 好 我的 你去哪儿 你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是他 谁派你来的 驾 不好 不行了 他嘴里是先喊着用辣包着的毒液 只要轻轻一咬 毒液就会渗出 如意 带上他去码头 是 黎大人 你们去哪儿啊 来不及解释了 快 跟我去码头 好 大人请留步 黎补偷 你吃干饭的吗 还不将杀人越狱的罪犯 黎小四拿下 大人 你看你说的 我打不过他呀 你 你 抬上来 大人 您看见他不眼熟吗 我为什么要眼熟 他便是您府上的小厮 刘贵 胡言乱语 本官不认得他 刘大人请息怒 本官 这就叫人带他们下去 知见大人 来 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买凶杀人 你是管还是不管 这 怎么 刘大人 你还不死心 黎小四 本官念在失声一场 一直助你查案 缉拿真凶 你却跑到本官面前 空口白牙 信口赐黄 回去我便告知京城 黎大人 告你个玩弧之手 以下犯上之罪 失声一场 替我查案 大人 我看您是想借刀杀人吧 贾跃 这就是你一直苦苦寻找的 最后一个人后 他就是当年 在鬼门岛 妄图将你活计 霸占李家财产的大祭司 而且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幽冥飞郎的主人 什么 很意外是吧 十五年前 我爹奉命追纳幽冥飞郎 却被你真知了秘密 来杀手 杀死了我爹 故意收留我和贾跃 勇于掩盖你他 真实身份 你故意在天牢 将我们放出去 目的便是让我们逃出天牢 抓捕家月 将所有人的目光 吸引到家月的身上 但同样也是幽冥飞郎 出卖了你的身份 快把这条风抬走 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是 给我拿下 是 我看谁敢 救王爷 参见 救王爷 别捕头免礼 谢救王爷 小人有眼不知太山 多有得罪 还请王爷海涵呢 很久以前 在江浙一带 有一个富商 姓李 传说他富有利物 家中金银财宝无数 他厌倦了城市中的尔语武诈 便带着一家老小 来到了鬼门岛 这个富商便是 李叶和的太美丽 鬼门岛常年降 已有洪流之灾 岛上便鸡犬不宁 于是 村里人便请你来坐 李清说了李家的事情 便想要独吞财宝 不用皇权大人之说 借村民之手 杀害你也 这样来 便再有 与你争夺财宝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家园妹妹 家园妹妹 王爷和李大人 会为你做主的 你无权害命 手软献心 你不肯让手 疯了 简直是疯了 刘大人 这便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就凭一幅画 一段不羁之谈 就想污蔑本官 九王爷明朝 狄小四信口私皇 污蔑朝廷命官 爷 白纸黑字 可写得清楚 你自己看吧 我通过朝中关系 查出你原为西北部 一名教派的法师 辗转换了几个身份后 将染满鲜血的双手洗净 转过身 并用这笔钱 买了个官 杀害李末的人 根本就不是家园 而是你 再嫁祸给家园 李末知道你的秘密 可能还去找过你 怕身份被揭穿 干脆衣服做二五修 杀人灭口 至于我为什么会想到是你 季秋这个名字 根本没有在祖父上出现 而鬼门岛也没有这一姓氏 所以我断定 这个人偶上的名字 便是当年过村民的大祭司 也是陶家月一直寻找 却未找到的 好一个法曹郎中 好一个借刀杀人 梦 笙 爹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救命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一无二的招牌 未来未来我们创造未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勇敢勇敢追逐你的爱 用最美的姿态住在自信的未来 有闪闪放光 感想一路歌唱 一路歌唱 都是我的渴望 自信仰望 就遥远的漂亮 感谢有你 给我指引方向 未来未来我们创造未来 靠近阳光为尘埃和彩 期待期待期待你到来 青春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招牌 未来未来我们创造未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勇敢勇敢追逐你的爱 用最美的姿态住在自信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